为了减轻家长负担,金融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校校有公佑、区区设非盈利幼儿园等政策 111学年度全市107间幼儿园中,公立幼儿园44间,非盈利幼儿园8间 准公共化幼儿园则有32间,评价幼儿园比例达78.5% 近年度公立及非盈利幼儿园招生登记新增上能国小附设幼儿园 让公立幼儿园招生名额再增216个 家长想让小孩就读公佑几乎等于免筹签 今年方式我们跟去年一样采线上登记筹签的方式 因为疫情家长也可以不用出门在家上网登记筹签就可以知道结果 同时也可以线上报到 那除了就是优先入园的符合优先入园的小朋友的家长要到现场之外呢 其他都是线上登记筹签 那今年我们跟往年不一样的是 我们校校有公佑的这个政策又在跨前了一步 今年我们在上任国小设了一间妇幼儿 招收30名的幼儿 以及在其他的公立学校的附设幼儿园政签八班 所以我们今年在名额上 公佑又增加了216个招生的名额 另外包括台电基隆营业处 港务公司道仁工业区服务中心 阳明海运及水市所等五间职场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 也将在8月成立 可收拖2岁以上未满6岁共190位幼儿 希望提供家长更多元的选择 今年基隆区加入了五个职场互助的教保中心 比如说台电的基隆营业处 还有港务公司 阳明海运等五个点 那他们也在8月1号会开始招生上路 那这个资讯我们都有公告在我们的教育处的脸书 那家长关心可以上去查询 那他们除了招收自己的员工子女之外 也会开放给一般的又符合年龄的幼儿的家长可以去登记 除了就读公立中签率高外 今年8月起就学费用也将再调降 工幼部分从每个月1000元降为500元 非营利幼儿园调降至每月2000元 准公共化幼儿园则调降到每月3000元 就读私幼或是家长自己带的育额津贴 则是从3500元增加到5000元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